提起承吉思汗,也就是贝尔纸巾铁木针,无论是在蒙古历史上,还是在世界历史上,他都是一个颇具争议的人物,有人说他南征北战,开疆阔土,是一代雄主,也有人说他暴虐成性,心狠手狠,是横扫世界的杀人恶魔,特别是承吉思汗在西征花辣子摩帝国之时,对于当地高达五十万的女性俘虏的具体处置上,使得很多人都觉得不寒而栗,这里是史约馆,订阅我,了解更多神秘的历史, 蒙古帝国为什么会大举进攻花辣子摩帝国,史学家历来一直是争议不断的,有人说是掠夺财富和土地的野心使然,也有人说是为了扩充帝国版图,以解决成吉思汗儿子们的封地需求和矛盾,其实,有更多的人更倾向于复仇的说法,在公元一千二百一十四年,位于中亚的花辣子摩帝国,向蒙古帝国派出了他们的使者,此次前使蒙古帝国,花辣子摩国王阿拉乌丁, 摩和摩主要有两个目的,第一,打探蒙古帝国是否真的如同传闻中那么繁华富庶,第二,打探蒙古帝国军事力量的具体虚实,当时的成吉思汗也认识到了和花辣子摩经商的重要性, 因为当时的蒙古帝国还未改由牧民族的习性,虽然通过战争掠夺了大量的金银珠宝,但是他们却缺乏粮食之类的必要生活资料,这些金银珠宝既不能吃,也不能穿,他们不得不通过商业贸易来获得一些不可缺少的生活必需品,正是基于此种考虑,成吉思汗也向花辣子摩派出了使团, 并且就两国之间的商贸条约进行了讨论,达成了一些关于两国商贸的条约,随后,蒙古帝国还派出了军队守在通商的道路上,以保护来往商人的人身安全, 如果这种友好的通商关系持续下去,那么无论是蒙古帝国还是花辣子摩帝国都会从中收获不小的利益,可是历史格局总是被一些意料之外的事情改变, 谁也没想到一个守将的贪心之举,会破坏掉两个大帝国之间的友好关系,甚至埋葬了有着赫赫辉煌历史的花辣子摩帝国, 因为有一次,又有一支商队奉承吉思汗之命前往花辣子摩帝国进行商贸活动,可谁知道,他们到达花辣子摩,一个叫做阿达拉的边境城市时,意外却发生了,除了一位商人侥幸逃回蒙古帝国外, 其余所有人都死在了这座编程之中,原来,阿达拉的守将是一个自大而贪心的家伙,在接待商队之时,他看中了商队所携带的金银财宝,想要全部据为己有, 而且就在同时,商队的人又在他面前夸耀承吉思汗是多么的鹦鹉不凡,这让他觉得这是商队在表示对自己的轻视,于是,在贪财心和好斗心的双重作用之下,这个守将把所有的商人都关了起来, 为了有合理杀掉这些商人的理由,守将还向花辣子摩国王摩赫末报告说商队中藏有成吉思汗派来的奸细, 国王摩赫末在没有经过调查取证的情况下,就听信了守将的话,于是,这些倒霉的商人就全部将命丢在了这座编程之中,只有一个商人逃出升天,跑回了草原, 并且把自己一行人遇难的全部经过报告给了成吉思汗,以上这起事件就是复仇说的由来, 无论成吉思汗决定征讨花辣子摩的真正原因究竟是什么,我们都不能够否认的一点就是, 花辣子摩下令处决商队的行为显然是对蒙古帝国的一次赤裸裸的挑衅, 而这次挑衅则成了成吉思汗攻打花辣子摩的一条导火索, 前往通商交好的商队,竟然被冠以奸细的罪名,被全体处决, 这无论对于哪个国家而言,都是明目张胆的挑衅, 但凡有几分血性的人,都不可能当作无事发生, 更何况花辣子摩挑衅的对象是蒙古帝国, 当消息传回到成吉思汗处时,他的怒气可想而知, 当时蒙古帝国的实力正是如日中天的时候, 成吉思汗本人也是一个崇尚武力和战争的君主, 山坡洋,铜关怀谷中写道, 伤心秦汉京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 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古之社会。 时常动荡,朝代更迭,战乱不断, 百姓无辜,身受其害,水深火热, 兴亡皆苦,令人唏嘘, 每当提及全球著名的军事家,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必定在榜单之中, 他曾统一蒙古各部落,率领蒙古铁集, 先后大败金军,西夏,又一路向西攻至欧洲, 所向披靡,无人可挡, 相信不论过去多长时间, 成吉思汗依旧是全球最杰出的军事家之一, 其支战绩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成吉思汗一生之中,曾历经多次大战, 今天所介绍的大败花辣子摩, 便是其中之一,花辣子摩位于中亚地区。 大概在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位置, 此处同样也是我国丝绸之路的一处重要节点, 由于来往商人繁多, 花辣子摩的经济模式主要以贸易为主, 众所周知,蒙古人为游牧民族, 以畜牧业为生, 很少从事农业生产, 一些生活必需品需要同其他民族交易获得, 以贸易为主的花辣子摩, 便成为蒙古族的主要合作对象之一, 蒙古人经常派遣商队前往, 并且为了避免商队在途中受其他国家侵扰, 还会派遣军队保护, 可天有不测风云, 花辣子摩的一位守将剑裁起义, 贪图商队的财宝, 借故将蒙古商队扣留, 截获财宝后又将那些人杀害殆尽, 仅剩一人逃回部落, 这件事则成为成吉思汗攻打花辣子摩的契机, 面对此等羞辱, 他自然不可能忍气吞声, 势必要让花辣子摩付出相应的代价, 不过,有学者认为, 无论有没有这件事, 成吉思汗都会进攻花辣子摩, 至于哪个说法更加准确, 还需要进一步考证和讨论, 总之经此一战, 花辣子摩的统治者和人民, 见识到蒙古军之强悍与残暴, 国内有生力量被摧毁, 全国上下足足有50万女性被俘虏, 他们的去向, 同样也是后世学者争论的焦点之一, 公元1215年, 当时成吉思汗正集中兵力攻打金国, 听闻商队被杀害, 他不想分心, 只令对方交出凶手, 可花辣子摩的国王并不领情, 对成吉思汗派去的使者百般羞辱, 没有办法, 成吉思汗只好将公金之事交与木华黎, 自己亲自攻打花辣子摩, 此时的花辣子摩根本无法与蒙古铁骑对抗, 一是对方过于强悍, 在那个时代没有一支军队可以和其相抗衡, 二是花辣子摩以贸易为主, 军事实力并不强悍。 直到公元1221年, 成吉思汗率领大军攻占玉龙劫赤城, 短短七天之内便屠杀该城120万人, 此后又一路向西攻去, 占领花辣子摩大部分国土, 收编近40万人, 但蒙古铁骑的脚步并没有就此停止, 攻打花辣子摩只是他们西亲的第一步, 自此开始一路攻至欧洲一带, 战后, 仅存的部分花辣子摩人民回忆, 蒙古铁骑犹如恶魔, 所到之处寸草不生, 持有无尽的杀戮和尸骨, 除此之外, 蒙古军队还俘虏了花辣子摩将近50万女性, 一位报仇血恨, 二则是犒劳士兵, 相传, 他们被分配给士兵, 每人分到两个到三个, 下场可想而知, 在古代, 女性地位低微, 不仅我国是这样, 其他国家也一样, 在他们看来, 这些女性犹如物品一般, 只不过他们的战利品而已, 自然没有人权可言, 其地位甚至不如他们的战马, 花辣子摩大败, 国家覆灭, 人民惨被屠杀, 那么成吉思汗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难道仅仅是为复仇吗, 其实并不然, 蒙古人在很多大战中都有屠城的行为, 和他们生活习俗, 以及军事体系有关, 占领过多地方后并不利于管理, 只好通过屠城这种方式减少一部分麻烦, 以防对手后续反叛, 如果只看这一场战争, 大家定然会认为成吉思汗无比残忍, 蒙古铁骑在当时臭名昭著是有一定原因的, 但其他战争也一样, 无论是盛事还是乱世, 只要有战争百姓便会受其影响, 相距今天较近的两次世界大战, 伤亡人数皆有数千万人之多, 可见战争的破坏力进入21世纪以来, 全球主题变为和平与发展, 但有些地方依旧战争不断, 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大家应该庆幸自己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年代, 以及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 正因为有先辈的努力, 才有我们今天的和平盛事, 大家既要珍惜, 也要共同努力继续维护和平, 相传蒙古军队为了消灭花辣子摩的反抗力量, 当时将除了工匠之外的所有男性俘虏全部杀死, 还将花辣子摩坚固的城堡全部摧毁, 因为蒙古根本没有这么多的军队来统一花辣子摩广阔的土地, 为了防止反叛, 他们必须杀害花辣子摩所有可能反抗的有生力量, 对此, 你怎么看? 如果您喜欢这期视频,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探讨。 这里是史约馆, 订阅我, 和你分享不一样的历史故事。 中文字幕后卖